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阴人上路 阳人回避 这王妃刚下花轿就得疾病死了 还真够形容的 疾病 你还真信啊 国主借口冲喜 把指挥师傅的傻小姐 赐给豫卿王做王妃的 这是存心羞辱豫卿王呢 你说 这王府上下能让他活着吗 活死人却真死人 也算门当户对了 走 回去禀告主子 豫卿王没有苏醒的技巧 你在干什么 这女人到死都是顽笔之身 多可怜啊 我这也是做好事 让她尝尝当女人的滋味 我是大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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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识 扒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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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我这是怎么了 从今以后 你就安安分分的 做个傻子吧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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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为什么小姐这么命苦 要嫁给玉亲王那个火死人 原来这趟年我变成了傻子 嫁进了玉亲王府 糟了 这衣服上有个欢笑 不行 来不及了 解药 它是解药 火死人 绝不知那一处 是死是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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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其实是你刚过门的王妃啊 你说本王 是死是火 王爷饶命 妾身并非有意冒犯 妾身的假衣裳 被人吐了个欢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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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小事 妾身自己能解决 还是被王妃里解决 啊 啊 啊 中了何欢笑吗 啊 这点小事 妾身自己能解决 还是被王妃里解决 啊 啊 快 王爷 你不能杀我 为何不能 我 我能 帮你出巢 你假装成火死人 是为了打消 国主的猜忌 平安出巢 我可以帮你 啊 王爷你终于醒了 划伤你的刀有毒 国主给你下的毒 十分霸道 看来他命我竟成何首是家 想趁机杀我才是真的 王爷你中的毒 我只能暂且压制毒 但刺客还会再来 怎么办 哎 能王醒来的消息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就让国主以为我快死了 只有保住性命 我们才有机会离开 两年了 我都没有机会离开 你有什么办法帮我 人生一抹作用 将随时疯狂断 斩覆着星辰 三只情风 施了多少不悔 妾身 想与王爷结盟 老月纷纷 日落心酸 王爷 有刺客 王爷救我 他 搞什么 都这个时候了还撞 你拿本王当入队 妾身刚说要与王爷结盟 结果这刺客一来 王爷都不管妾身的死 妾身还没怪王爷呢 反正怪起妾身来了 刺客是本王对你的考验 如果一个刺客你都对付不了 你有何刺客与本宿结盟 一份 你我不能刻一梦 妾身现在有刺客了吗 妾身现在有刺客了吗 瞧这是横遍野的 被一只在外面等的都快睡着了 国主很久不派刺客 没想到刚已成婚 刺客又来了 你 外面一直有人守着 你根本就不怕刺客 你 你一直都在耍我 你现在知道怕了吗 在本王身边 你随时都会有危险 只要能跟着王爷 切身不怕 鬼 我去 怎么是你啊 小傻子 你 不是我要傻子 要怪 就怪那个狗国主 竟然弄我傻子来羞辱我 你下辈子 记得投个好态 把它装进棺材 送去王府 是 我去 怎么是你啊 鬼鬼 我去 怎么是你啊 你是人是鬼 我活得好好的 哪里想鬼了 我明明给你下了毒的呀 不应该呀 小弟弟 下毒的本事 你还得再练练呀 你 好痛 王爷他欺负我 行了 出去 来人 把风散来带出去 我说的不是他 是你 啊 王爷 出去 是 卑职告退 王爷 你对切身真好 你也出去 随刻王去 好痛 怎么像是 原来我恢复神志 不是以毒攻毒 而是两味毒药 互相压制 若他日一起凡事 我必死无疑 若想彻底解毒 只有找到九须龙梅 我记得这味药 就藏在玉尽王府 这是天助我已 卑职推测 那风苍蓝 并不是天生之杀 而是后天中毒所致 卑职为他喝下的药 与他体内的毒药相扣 所以 他先是避其假死 而后药性发散 他便活了过来 他既已嫁给本王 你就应当遵他一声王妃 王爷 那风苍蓝虽然不再吃傻 又有青城角色 但他是国主派来的 您一直清醒的事 要是被他传出去 那可就麻烦了 此事本王自有计较 你无需担忧 你盯紧他就好 王爷 王爷 您身上的毒已入肺腑 不能再脱了 本王的身体 本王岂会不止 只可惜 归手一线两年间失踪 事件下落不明 这九血龙梅藏在哪儿呢 夫人 这王府 除了玉秦王的住处 都被我找遍了呀 莫非 一定是这样 王爷 妾身特意为你熬了补汤 出去 王爷不想喝汤 那妾身帮你拧夜间啊 哎呀 王爷 您好硬啊 出去 是 王爷嘴上不想咬 身体却很诚实嘛 没想到 风只会使得千金 看比青龙女子 王爷 教训的是 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 风苍蓝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打本王 他不是我娘 我早就没有娘了 小王 小王 您不能进去 本王来看望玉秦 你算老几 也敢阻拦本王 你谁啊 竟敢擅闯玉秦王府 就算是金鸾宝殿 也拦不住本王 你又是何人 我可是欲侵王妃 不可能 王妃不是风苍蓝那个 妖妖 在王府 哪来的臭疯子 弄走 好啊风苍蓝 你竟敢装风卖身 戏弄来了 好 早知道你这么美 当初 本王就不应该放过你了 放尊重点 我可是你欺王婶 我欺王婶 那当初是谁 天天缠着本人 掌口闭口的 要本吗 那是我吃啥事干的 吃啥事干的蠢事 难道就不算了 欺王叔现在就是个活死人 你倒不如好好跟着我 本王也让你好好的 做一回女人 真巧 我也正有此意 快 快给本王宣太医 怎么样 妾身对王爷很有用吧 雕虫小技而已 妾身自然是没有王爷 大 季 风丧蓝 你还知不知道羞耻 夫妻之间的情趣 何来羞耻一说 说不是为了酒须龙梅 谁喜欢你 风丧蓝 你在干什么 唱戏啊 王爷听得懂吗 我是问你为何在这里唱戏 王爷总是闷在府里 多了 妾身唱戏陪王爷姐妹儿啊 王爷有没有爱上妾身一些呢 王爷 要不要属下将她 处理掉 不用 王爷对她 可不可以太手下留情了 她千方百计地接近我 我只想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果她妨碍我们的计划 本王会亲手将她料理 只怕王爷 已经动心了 胡说八道什么 滚 王爷 妾身搬过来跟你挤住 好不好 妾身一个人害怕 怕黑怕鬼 怕刺客 你要是不答应人家 人家就 随便你 你 您尴尼 你 可以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醒了呀 这话应该本王问你吧 我 你偷偷摸摸的到底在找什么 我 想找一间信物 信物 明日是回门的日子 玉亲王自是不能陪伴妾身的 妾身 害怕被外人笑话 所以 想偷偷拿一件信物 证明自己没有被玉亲王府侵蚀 你真是为了这个 你的心思本王知道了 先睡吧 这是 这是王爷 王府的一点心意 没想到宋正义看着冷冰冰的 还挺有人惊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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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恭迎 恭迎玉亲王妃 语气楼队不是个傻子吗 这哪里是傻子 分明就是天上的神仙呀 今日是你回门的好日子 为何府中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 因为他们还以为我是那个傻子 好玩 归远一点 丢人现眼 呸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对我 今天 我是来带走我的丫鬟 救命 救命 来 学几声狗叫给我听听 叫得我开心了 我就饶你不死 呸 死丫头 疯操兰 你竟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你 你不傻 对啊 看到我恢复神志 你很失望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是疯是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听不懂我的话 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 小子来了吗 疯 疯草兰 你敢欧打鸡母 你不怕我给你爹告状 对啊 我好害怕啊 小弟弟 这次可别失手 这是什么 这是让你没法告状的样子 你不是爱听狗叫吗 今后就安心做一条狗 没救了 接来顺便吧 找一家医馆 帮我们放下 你再质疑我的医术 我救不了的人 整个星云城 没人救的人 没事接废话 快去找医馆 知道了 你们是 你先回去吧 我想站住给他待一会儿 请 发起烟 旧永远 十方年 白转见万丈怨 红尘门后绝 是非昏尘远过万千 转瞬眼 方世远 尊重无几言 亦人何止生几种 封灿狼药的人 阎王也带不走 病人哪 看完病被一个客人带走了 我问你 这药是谁开的 这是在收拾床的时候发现的 妙啊 妙啊 世上能开出如此绝妙药方的人 莫非是 鬼手一仙 大小姐 您快看 这方子上的自己看着眼神 谁开的 小人回来的时候 病人已经离开了 这药方如果传阳出去 你的命就被要了 听明白了吗 是 明白 我的药对你的毒已经没作用了 我请了小师妹出身 她是蝴蝶谷医术最高的弟子 也许能有办法 方医你怎么了 脸色好差啊 王爷 出去 不是 前身只是想替王爷把脉 来 王爷这是做什么 你会医术 当然 我的医 本王怎么不知道 只会使得千金有这本事 前身的医术会让王爷很舒服 干什么 臭流氓 这不是你想要的 你一天到晚说喜欢我 本王成全你了 他 妖命 他怎么突然变身了 这本玩儿大了 方向岚 给我出来 只会是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可千万不要为了我 冲动了玉金王妃啊 让你们父女失和啊 我没有这样的女儿 给我出来 什么人 敢在王府闹事 我要见你们王妃 爹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不孝的东西 竟给殴打你的母亲 你不配叫我爹 我母亲 她也配了 我娘她早死了 你娶了这么一个毒妇 毒害原配之女 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哎呀怎么会呢 我疼你还来不及呢 这回事 你有所不知 您在外挣扎多年 夫人她为了毒霸加烟 竟然给小姐下毒 什么 她把小姐给毒傻了 成了全星云城的笑柄 不说 那是凤草兰自己生病病傻的 不关我的事啊 这是真的 这句属实 老爷老爷 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老爷 相信我啊老爷 好 无凭无据 我自然信你 我不怪你信或不信 今天这笔账 我一定要跟她算清楚 放肆 住手 我家王妃 乃是国主钦风的御钦王妃 丰指挥事 你不是要证据吗 证据来了 丰指挥事 你不是要证据吗 证据来了 你不是淹死了吗 丰大人 小人 一时被前蒙了眼 听了这个毒妇的话 帮她毒赏了大小姐 没想到 她会派人暗杀我 她以后晓得命大 跳河逃走了 你血口派人 不是 晓得有证据 这是当时的属性 虽然躲不过夫人心 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 来人啊 是 给我拖下去 老爷 老爷你听我解释 老爷 你听我解释 老爷 晓蓝 微服万万没想到 你受了这么多苦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好过的 王妃不是要谢谢王爷了 怎么还不进去 王妃找我何事 原来 原来 你早就让温逢君去帮我找这人了 谢谢你啊 你是遇亲王妃 哪有让人欺负的道理 你帮我 只是因为我的身份 那还有别的理由 没有就好 是我想多了 她对我 怎么可能 况且我只是想利用她 听说蝴蝶谷的神医 进了星云城 被这该死 姑娘你们这帮废物 有何用 国主受罪 国主受罪 姑娘亲自去趟御亲王府 看王妃王妃 你立刻给我开副药 务必 药到病处 是 被植灵植 生死你找个药 一定是因为这不妄撤凌 这次 一定要好好烦一烦 大胆刺客 你偷窥本王 你偷窥本王 我 我没有啊 我只是 我小心热波 随便看看 随便偷看本王洗澡 对啊 不行吗 行 王妃想怎么样都行 我不能为她牵着鼻子走 真的 哪样都行 王妃的本情 真是不错 国主驾当 Nab 柯Ye 进来坊求神医 得到医药方 据说能让七弟醒来 小的来服侍王爷用药 退下 不要亲自为起敌 不知国主驾到 切身有失远迎 切身风苍蓝 拜见国主 平身 国主 喂药这种小事 还是让切身来吧 王爷 喝药了 慢着 你竟敢打翻姑赐给御亲王的神药 国主息怒 切身不是故意的 姑看你就是故意的 冤枉啊 切身只是想帮夫君尝一尝药苦不苦 国主突然喝止 吓着了切身 切身才会失手的 你 你速速回宫再熬一晚 这次 我一定要亲自为起敌 国主 御医药这药花了九个水上 这一时半会儿 恐怕再难赐一晚呀 恭送国主 那药你真喝下去了 喝了呀 那你没事 看来国主送的确实是不一样 金针风雪 风三兰 风三兰 问风俊 快给他解毒 来了 大胆 王爷出罪 备职要为王妃针酒拍拖 出去 风三兰 你感觉如何 你我都能看一梦 是你救了我 废话 偶尔想问他心中 随手人的心转 若迷人过了一梦 将会和风筝 再被迫去别的傻子 温风筝真没用 这药不但辣还难喝 什么 药是我出手 一服药这都早就紧了 上次你不是说你不会艺术吗 你竟然会艺术 那一定能猜到那是毒药 为何还要喝一口 我不喝那一小口 你就得被喂下那一整碗 那你为何要救我 那你为何要救我 我们两个之间 当然是为了爱啊 山屋棱天地合 乃敢于君泉 满口胡言乱语 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不信我的鬼话 人家肚子痛痛 王爷 放着就好 亲身自己喝 他觉得我们好好喝 我们就好好喝 晕晕 我这毒迟迟毫不了 王爷是不是很烦心啊 毒在你身上 本王有什么可烦心啊 人家可是为你中的毒 那人家要是能好得快一点 王爷就不用如此费心了吗 当初你说只要一副药就能解毒 为什么还不给自己开药方 药方好开 可这药材可就难找了 什么药材如此难得 传说中的九须龙眉 王爷听说过吗 九须龙眉 本王从未听说过 又是果肉鸡又是美人鸡 这家伙还是这么醉油 不过 不过什么 蝴蝶谷的神医马上叫来了 他一定能治好你 那个能跟阎王爷巧人的蝴蝶谷 正是 王爷 侧妃到了 仙儿拜见玉亲王 玉亲王万福 侧妃 问冯君 本王什么时候答应过去侧妃 王爷 国主的玉亲王府坚实严密 权宜之计 只有通过婚姻约让小师妹进府 才不会引起国主的注意 王爷 你瞒着我取侧妃 笑话 本王取谁 还用心过你同意吗 走 呸 花心打萝卜 爱取谁取谁 我屁事 可我心里为什么这么难受 小蝴蝶 请 王妃 这样 不好吧 我怎么了 您这样 会打扰到蝴蝶谷神医的 她 是蝴蝶谷的人 她不是侧妃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请蝴蝶谷的人来 王爷怎么了 这 未得王爷允许 我不方便说吧 你跟我老实说 我的医术 可比屋里那个小丫头 靠不多了 什么蝴蝶谷神医 给我提鞋都不配 师兄 劳烦你 按这个方子给运行王抓药 尽快 慢着 这药方 难道他身中其毒 你这药方不对 这位白叔 万万没在 我 笑话 蝴蝶自有血 除了师父 自问不会输给任何人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蝴蝶谷 我是郑妃 你一个测试 怎么跟我说话的 王爷 王妃如此不容忍 蝴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王妃 说话注意一下 宋正月 你为了一个测试小妾 骂我 王妃 小师妹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 她的药方 不可能要错 现在是医术的问题吗 再说了 你的医术糟糕至极 她也就比你强那么一点点 也不过是寻常水准而已 你们蝴蝶谷 吹牛也吹太大了吧 王爷 邪儿冒险下来为你医治 你不能让人这样羞辱我们蝴蝶谷 王妃 回房去了 这件事你就不要过问了 这位白叔万万不能嫁 否则你其难 温凤君 在 暗蝴蝶谷神医的药方刷药 是 放手 风苍蓝 你的脾气应当改一改 王该 我才不会救你 算了 看在紫薰院里的 这个混蛋 上次就该依旧废了他 美人 有没有想本王啊 疯了吧 我是你的希望神 你这样的决策佳人 你这样的决策佳人 何苦跟着一个火死人守火管 无耻 无耻 听说那火死人之前还有婚约 又娶了个小美女 大不如好好耿着本王啊 大不如好好耿着本王啊 你怎么说还醒了 全靠蝴蝶谷的艺术膏 尿朔回春 尿朔回春 蝴蝶谷 好啊 你醒了就快 要是国主知道你醒了 一定会特别高兴 本打算今日入宫面圣 只是听说消耗 请夫人前来做客 迟迟未归 没想到这消耗艳客 竟然在房间那里 下次再敢等你分手 本王折了你的腿 快去冰报国主 明白给我查清楚 蝴蝶谷的神医究竟是谁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药方不会错 你的药方本来没错 他根本不能用在他身上 有胡说 他身中剧毒 只有我的药方能解 他为了解毒 这些年来 服用过无数药物 毒性 早已经产生改变了 你开的方子平庸得很 只要不加那位白树 得多是没用的 绝不会 闹到现在毒发攻心的地步 毒发攻心 我已经尽力了 这方子只能延缓毒发数日 想要救它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神药 酒须龙眉 酒须龙眉 此药如此珍贵 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 找不到也要找 只有这药 才能救它 你到底是谁 两张药方笔迹一致 用药手法 确实是鬼手一线毒用的 你把这封信收好 立刻回一趟蝴蝶谷 一定要亲手交给我师父 来 原来活死人取的侧妃 就是蝴蝶谷来的神医啊 敢救活玉亲王 本王都要捕你 有几条命 你找错人了 不可能 玉亲王亲口说是你救了他 封藏兰是传说中的鬼手一线 是他救了玉亲王 证据就在这封信里 想我不信 不如自己看看 我竟然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草严 你给我等这儿 你怎么苍蓝 你死定了 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 胡说八道什么 我答应让你平安出城 就一定会做到 你死定了 我不在以后 国主必然不会放过你 到时候你就借口手下 离开这里 乖乖喝药 有我在 你死不了的 不好了 终于传来圣神 宣传 玉王妃就是 起死人肉白骨的鬼手一线 切身医术平平 这都是传言而已 难怪 你喝了孤刺给玉亲王的药 还能不死 我问你 玉亲王能清醒 是不是因为你 不是 玉亲王是喝了 蝴蝶骨神医的药材清醒的 门口胡言 欺君之罪 当诸酒足 不过 你若是帮姑做一件事 姑不但可以保你不死 还能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谢国主开恩 请国主明示 姑 要玉亲王的命 你回来了 国主为什么招你进宫 你快趁热百药喝了 我慢慢跟你说 国主招我入宫 让我做个选择 什么选择 要荣华富贵 还是 住酒足 你 给我喝了什么 把我荣华富贵的 我 毒药 你本来就已经毒气口心 就算没有这碗药 也活不了多久 只要你交出九絮龙妹 我有办法救你 连初心纪律接近本王 为的果然就是九絮龙妹 九絮龙妹在我手中是一位闪耀 在你这里却毫无价值 皇爷何不拿来换自己的命 至到如今 你以为本王会信你话吗 除了相信我 玉秦王还有别的选择吗 封藏蓝 这好狠的戏 来人 王爷怎么又吐血了 去蜜窟 去九絮龙妹 去九絮龙妹 快 救王爷 滚 滚 滚 草蓝 无情 御亲王确已红尸 没想到王妃贤良输的 年纪轻轻就要手寡了 老奴甚是心疼 事情我办完了 答应的事我做到了 国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回禀国主 御亲王确已红尸 好 这王妃贤良输的 年纪轻轻较手寡 估十分不忍 王妃有什么要求 估一定满足 回国主 王妃想待御亲王的尸身出城安葬 让我传话 还望国主恩准 这王妃如此有情有义 乌允了 本王 还活着 我们出城吧 我们出城吧 国主以为你真的死了 同意我带你出城 你早就计划好了 你给我酒续龙美 这是你应得的 本王错怪你了 兰儿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游山玩水 骑马打铃 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把这颗药吃了 我就答应你 好 你就不怕我再跟你下毒吗 我信你 又让你 兰儿 你怎么了 兰儿 刚刚我喂你吃的 是最后一颗劲 宗正宇 承担你的手 我都做的 兰儿 兰儿 买向一切正常 我既没有生病 也没有冲突 王爷 卑职在小师妹房间 发现了王妃曾经开过的药方 卑职怀疑 王妃很可能就是传书中的鬼手自信 什么鬼手 可疑惹 不忍相闻 谭喜者是 受忍了行春 若你遇到我 让你遇到我 我知道了 九须龙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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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 你再坚持一下 等到了巫苏城 给你去找九旭龙梅 再坚持一会儿 男儿 九旭龙梅 也就没有了 男儿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 你用家私 让我血脉中的毒素 暂时平静下来 再用九旭龙梅 给我解毒 你怎么这么傻 不对 谁说九旭龙梅没有了 我的血 我的血 兰儿 你醒了 你给我喝了什么 我好香啊 妈妈 你拿自己的血 免费了我 傻瓜 你这样会没命的 只要能救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恭迎御亲王回府 男儿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你先放下来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身子刚好 不能脑洞 王爷 你终于回来了 汐儿等了你好久了 汐儿在蝴蝶谷 放心不下王爷 听师哥说 王爷平安回到大漠 汐儿特地赶来 人活着你就回来了 城墙都没你的脸皮厚 王爷 我有点头晕 你是不舒服吗 我带你进去休息 你 我抢了 做梦 玉亲王 走路住一点 王爷 汐儿这次来找您 是有苦衷的 汐儿这次来找您 是有苦衷的 当初为了给您解读 蝴蝶谷对外都说 汐儿是你取的侧妃 现在我回去 外面的人都在嘲笑我 被休了 这件事确实是 本王办的不妥 这样吧 我让温逢君带上后领 把你送回去 解释清楚 回去也是别人的笑柄 求求你让汐儿留下吧 你别误会 我没碰他 苍蝇不定无缝蛋 你要是循规蹈矩 他会来扑你 封苍蓝 你又是什么好货色 你到处追着别的男人 满街跑 所有人都知道 我骂我男人 你凑什么热闹 封苍蓝 你不要 丢手 宗征玉 手都打红了 封苍蓝 你给我 荒唐我半生 这也太美了 没想到新衣城的 尚玉戒这么热闹 那本王今晚就陪王妃好好玩 若鸣于梦 两一梦 将黑恨风策 挥袖 一闹心虚 你我如能刻一梦 放这一梦 我让你 不愿想问 歇息着谁 瘦人了尽妆 若迷雨晃凉一陌 尘海很风筝 回首还 一诺情绪 风仓蓝 你去哪里了 我到处找你 这是说来话长 小青 你怎么在这 我听到消息说 鬼手一线在北江路面 特地赶来找你 星云城首付画书情 画家情报网冠绝天下 你应该知道 鬼手一线也是本王的王妃 那又如何 我和鬼手一线 早已经私定终身 她绝对不可能嫁给你 我还没问清楚 你干嘛脱脏 从今天起 你不能跟她说一句话 凭什么呀 小青是我朋友 凭我是你夫君 现在你亲眼看到 玉亲王还活着 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可是亲眼看到 他已经死了 鬼手一线 真的这么神奇 假死这种雕虫小技 算得了什么 你帮我杀了风仓蓝 我有更大的好处给你 你心里装着宗正玉 怎么可能真心跟我合作 我要的可是宗正玉的命 等我当上玉亲王妃 用药控制住易亲吧 让她对你言听计从 下一任国主之位 你还不是手道擒来 好啊 果然 罪毒负人心 这些都是给我的 我收集了全天下所有正规药材 就是来给你的 那我就 不许收 不许收 本王府不缺这些破烂 我缺 这些都是好东西 多多益善呢 本来想在新婚之夜之前 给你个惊喜 现在看来 我这不需要 连传说中的人生果都有 我稀罕 我特别稀罕 兰儿 你真的不记得我们的婚约了吗 你胡说 我只是救过你 什么时候跟你有个婚约 还没泡着呢 这是我自己跳的那样子 肯定能解你 我们画家祖穴 除妻子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帮我宽衣解淡 你为我解义 就是我的妻子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当时神志不轻 衣服是小四给你脱的 可我泡草时候 分明是你照顾的我 来人 把这个纠缠王妃的无赖锅赶出去 是 苍蓝 苍蓝 你跑什么 我也要泡草 给我脱衣服 等风苍蓝死了 玉亲王早晚失败了 师妹 师父他老人家出关了 很快就会赶到这里来 太好了 师父来的时候 就是风苍蓝的死期 你说什么 师父一直在寻找鬼手一仙 一定是和风苍蓝有仇 这次 风苍蓝 你死定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师兄 我到底哪里不如风苍蓝 只要有他在 玉亲王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馨儿 师父 求您看在玉亲王曾经帮过蝴蝶谷的份上 放过他吧 我就是特地来找他的 你让开 恩人 我终于找到你啊 怎么是你啊 老夫在山中采药 被毒蛇所伤 所幸 被一仙救了一命 原来是这样 你真是人美心善 老头 医术没有长进 选徒弟的眼光也差 尤其是这个 医术不行 品性更差 一仙说得对 我这就带他回去 好好教导 死也不回去 师父 您难得出一趟蝴蝶谷 何不多留几日 也好让弟子 静静笑 为时我见到恩人 心远一两 何必交流 您要带馨儿一起走吗 那丫头 对玉亲王执念很深 我得尽快带他回去 面生是非 王爷 师兄让我给您搜的补药 您趁热喝了吧 你给本王喝了什么 春药 就让馨儿 用身子帮你解毒吧 滚 滚 王爷 新闻吸引您很久了 不知廉耻的贱人 小师妹也太过分了 王爷 求您看在我侍奉您多年的份上 饶他一命吧 废话少说 快让他滚 我要给王爷解毒 别急 我马上给你解毒 不必 我有现成的解药 兰儿这位解药真是药到病处 你的病是除了 我累成药渣了 羽气王 先生有事在事 先行告退 最难销售猛人恩 羽姨嫁给宗正玉那个大色魔 还是应用死海逍遥自在 别笑 是我 这么晚了 王妃是要上的 今生 出来赏花 月下赏花 王妃好兴臣 那 王爷出来做什么 回禀萧王 卑之友如使命 罪该万死 废话 废话 本王要你何用 你这没用的家伙 萧王好久不见了 七王叔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你我之间就不必这么客套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本王还有一笔旧账没跟你算 杀你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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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了这儿吧 都是欣儿那个贱人 逼我派刺客杀你们的 饶了我吧 等我解决了你 我再次胡蝶舞着那个小狐狸 已经算账了 宗正玉 我是敢动我一根寒毛 我方应对我杀了你呢 这里是本王的地盘 就算是国主 如今也奈何不了我 王爷 小王说得有理 你不能对他动手 还尚切身外吧 这是什么 让你永远不去 断此绝孙的药 好 王爷 王妃 请喝喝几酒 算了 大喜之日 小心为了 这酒 就尽了天地吧 你我如能刻一梦 荒唐我半生 悲蜘蛛王爷王妃 百年好喝 早生跪着 谁 羞忍了新春 若你雨晃了一梦 江海和风泽 挥手 你那情绪热热 你 你 你在衣服上训了何欢箱 王妃别担心 荒唐我半生 本王就是你的解药 废公子 快 快送本王回宫 欲其王假死欺君 我要禀报父王 将他灵迟处死 将他灵迟处死 遵命 至于风苍蓝那个前日 带本王杀死欲其王之后 将他抓来 慢慢地挽 折磨 你 想动我们的人 死有余工 是谁杀了孤的儿子 孤要将他碎尸万段 孤要将他碎尸万段 欺禀国主 是宗正月 什么 他没死 小伙伴